大家好,我是阿杨 好,咱们继续逛狗室啊 现在咱们看到的 这是一个大叔带过来的 德木啊,两条小德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条正躺在那睡觉了 一条已经趴在那了 这边的话是一条士兵阁的一条种母 啊,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狗非常的天气非常的热 下边的话 有三条四个月的马犬啊 黄马,纯黄马 黑嘴纯黄马 非常的干净 整体毛色啊,在阳光下 啊,亮度也非常的到位 这三条马犬的话是一公两母 嗯,一秒已经全部做齐了 啊,从体型啊 从干净度的话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啊,花音刚落啊 有人在这已经在看马犬了 这边的话是一个 小哥哥和小姐姐在看马犬 可以看一下 看这小马犬 一看到主人一来 马上兴奋度就起来了啊 马犬还是比较聪明的 某些情况下马犬是必得目聪明的 来,咱们换个角度啊 这边来看一下 体型的话 四个月长这么大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已经不错了 这算是一个中大体的马犬 这种犬回家就好痒了 来,你看 这个大哥啊 牵着狗过来过去 你看马犬的兴奋度 一下就提升了 对吧 啊,还可以 胆量还可以 啊,这个大叔带了一条长毛的德牧 一条肿狗 两岁 啊,这个长毛德牧的话 看着还比较一般 但价格也不是很高 这边的话这是 啊,土狗串出来的一窝狗啊 这种狗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 你看这个马犬兴奋度多高 想跳起来 啊,今天的狗狮的话 天气是很颜色 啊,能看得出来 全部都在树荫下面 所以说 啊,大家爱狗人士啊 还是不怕热的 嗯,帽的颜色也来狗事转转 你看这条德牧的流线怎么样 因为这条德牧说实话 我个人出价的话 也就是一千多块钱 啊,嗯,再高 那条德牧是要不了的 来看着麻犬 啊,看着麻犬 看着德牧以后 你看,一下新闻都起来了 胆量也足了啊 也一直在叫 哇,这条德牧前腿还有点八字啊 我不建议大家买 这条成年德牧 我不建议大家买 德牧往笼子一边 一靠 啊,麻犬就开始兴奋了啊 说明这麻犬还有一点啊 这种啊,占地的意思 叫了两下就不叫了 喜欢这种麻犬的话 评论区可以留言啊 你看后边 啊,胖瘦的话 也还算可以 你看这小小德牧睡的 起来起来起来 啊,好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品箱怎么样 这个德牧啊 就这种品箱的德牧啊 就是几百块钱 啊,价格不会太高 因为品箱在那放着呢 这条稍微大一点的啊 和这条稍微小一点的 小的价格大小都是一样的 估计啊 也就是在六七百左右 我没有问 好,这期就在大家看这里 好,咱们下期再见 好,咱们下期再见 好,咱们下期再见